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台积电技术论坛上海厂近日已经如期举行,这次技术论坛由台积电总裁魏哲家亲自领军,业务开发暨海外营运办公室资深副总张小强,欧亚业务暨研究发展技术研究资深副总侯永清随行。 此次论坛,共有800多名厂商受邀出席,会上台积电高层分享最新产品和技术发展。 不过,由于想参加论坛的厂商太多了,现场必须出示邀请函才能进入。 成立于1987年的台积电,自1994年以来一直举办年度技术研讨会活动。 过去几年,台积电中国厂的技术论坛都是采用线上方式举行,随着大流行结束。 2023年,中国厂技术论坛首度恢复实体举办。 这是台积电高层,自2020年以来首度飞往中国拜访重要客户。 会中,除了先进制程基础外,半导体成本高涨造成的经营问题,也将是本次论坛关注的焦点。 台积电最近的年报显示,去年产出占全球不含记忆体的半导体市场产值30%,较前一年度的26%增加。 公司营收净额以客户营运总部所在地区分,北美市场68%,不含日本与中国的亚太市场11%,中国市场11%。 另外,中国厂区获利则约占全年度个位数百分比。 就今年第一季来看,中国业务占台积电整体营收比重约10%至15%,是仅次于北美的第二大业务区。 台积电2002年,在上海松江设立8英寸晶圆厂,并于2016年,在南京设12英寸晶圆厂和一座设计服务中心。 服务客户包括阿里巴巴、避任科技等公司。 看似这几年,美国一直出台出口管制策略来阻止中国的半导体技术前进,但实际上,占台积电业务的变化不大。 营收比重最高时期是2019年至2020年,海斯在禁令生效前的大拉货,占比一度攀升至超过20%,之后都回到10%至15%左右。 今年4月底,台积电技术论坛由北美厂新竹厂、欧洲厂、以色列厂进行至今,除聚焦台积电,包括制程节点、特殊制程及3D Fabric先进封装技术,外界也关注视况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在新竹厂,卫浙家一开头就提到,全球通膨严重,所有产业都出现成本上升的问题,从建厂到半导体设备采购,所有成本都往上标,卫浙家坦言连奶期价格都飙升6倍。 今年的技术论坛会中,台积电皆是其最新的技术发展,包括2奈米技术进展,及业界领先的3奈米技术家族新成员,包括支援功耗、效能、密度更优化的强化版N3P制程,以及针对高效能运算HPC应用量身打造的N3X制程,还有支援车用客户的N3AE解决方案。 2019年至2023年,台积电先进制程技术的产能年复合成长率将超过40%,其5奈米制程在2020年全球首家量产后将持续通过推出N4、N4P、N4X和N5A等技术节点,持续强化其5奈米家族优势。 此外,为了进一步推展微缩,已在单体式系统单晶片,Monoethic SOC中实现更小且更优异的电晶体,台积电也在开发3D Fabric技术,发挥抑制整合的优势,将系统中的电晶体数量提高至少5倍。 在特殊制程方面,2017年至2022年期间,台积电对特殊制程技术投资的年复合成长率超过40%,预计到2026年,台积电特殊制程的产能提升近50%。 台积电提供的特殊制程产品组合,涵盖电源管理、射频、CMOS感测器应用领域。 此外,针对快速成长的汽车领域,台积电也提出专属平台服务客户。 台积电指出,随着汽车产业朝向自动驾驶发展,运算需求驱动最先进的逻辑半导体技术,预计到2030年,其90%的汽车将具备先进驾驶辅助系统ADAS,其中LEL2和L2 Plus L3将有望葛达市战率30%。 在过去三年,台积电推出了汽车设计实现平台ADEP,通过提供领先业界、Grade1品质认证的N7A和N5A来释放客户的汽车创新。 为了让客户在技术成熟前就能预先进行汽车产品设计,台积电也推出了Auto Early,作为提前启动产品设计并缩短上市时间的垫脚石。 实现这些依靠台积电在全球各地的工厂,不过目前台积电美国厂有两大挑战带解首先是厂区审查的进展,其次是人才。 特别是后者,台积电原本计划在美国招募4500名当地员工,但近日却面临美国员工对工作内容的不适应,导致招募进度落后。 台湾工商时报近日一篇涉论感叹,这对企业造成了巨额成本。 连台积电这样拥有无可替代筹码的龙头企业都面临无止境的申诉与设厂迟延,生产与销售成本将无可避免的增加。 尽管美国厂问题不少,但据台湾工商时报消息,日立集团旗下的日立先锐科技近日宣布,台湾主北市成立半导体尖端技术开发中心正式启用。 日立先锐科技成立的研发中心将与台积电共同合作,提供微电子和半导体最尖端的技术和服务。 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总裁曹世伦表示,这有助于提升台湾半导体行业先进研发的创新与竞争力,尤其能够协助台湾半导体行业的龙头企业。 在启动会上,官方表示,日立这一中心未来将强化客制化技术,落实关键零部件在台湾生产,支援当地厂商保持竞争优势,带来就业机会。 据悉,该中心将与台积电密切联系,共同研发三奈米以下制程,如何进一步提升,如何实现量产,提高粮率等关键问题。 台积电将积极参与这一研发中心的工作,公司高层致辞表示,现今半导体设备进入二奈米三奈米时代,未来的挑战将越来越大,台积电与日立的合作关系将更密切。 另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台积电近日在日本横滨召开记者会上,台积电副总经理张晓强表示,不排除未来在日本生产先进晶片的可能性。 此外,台积电日本公司社长表示,雄本工厂正在进行外向施工,预计年内即可让员工入驻。 在记者会上,台积电表示,日本工厂将以日本客户为中心,预计将有持续且旺盛的需求。 据此前消息,该工厂规划生产22奈米、28奈米以及12奈米、16奈米晶片,越产能目标为5.5万片晶圆。 另据日本电波新闻报道,台积电在发布会上强调, 2奈米制程工艺N2节点研发顺利,能够按照此前目标于2025年量产。 此外,张小强还表示,256M的S-RAM的量率已经超过50%,研发目标80%以上已完成。 台积电此前生产的车用晶片多依赖成熟制程制造,但随着电动汽车、自动驾驶等普及,台积电正在加快引进最先进的技术。 张小强表示,通过导入新技术平台AutoArly,将使车用晶片引入300米技术的时间最少提前两年。 总体来看,预计到2030年,全球半导体市场将调占1兆美元。 其中,高效能运算HPC相关应用占40%,智慧型手机占30%,汽车占15%,物联网占10%。 随着AI、5G和其他先进制程技术的发展,全世界都通过智慧边缘网络产生大量的运算工作负载,需要更快且更节能的晶片来满足此需求。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谢谢。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